蔡振元前立委呢 他指控什麼 指控說欸你 韓國瑜忘恩負義啊 吳登義主席在你選舉的時候 幫你募款4000萬耶 結果你居然選上了之後 你都不理人家還落井下石啊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韓國瑜有回應 那吳登義主席也有回應 我們來看那到底怎麼說 我希望海內外的同胞都看清楚 我不知道前立法委員蔡振元先生 這句話從哪裡來 如果你不喜歡韓國瑜 你討厭韓國瑜 請你舉出韓國瑜弱點跟缺點 沒有問題我會改 你冒出了4000萬吳登義主席拿給我 我在這裡跟所有海內外 關心韓國瑜的朋友 在這裡鄭重宣布 這是一個錯誤的資訊 如果吳登義主席 真的有拿4000萬給韓國瑜 我可以辭掉高雄市市長 我再說一遍 我會辭掉高雄市市長 代表我的人格 不容易這樣子懷疑 你蔡振元委員請你拿出證據 我到美國之前 杜子晨先生說我寫了一封信 給吳登義主席 希望徵召選總統 我回來說絕無此事 杜子晨馬上道歉 說來高雄做義工半年 我笑一笑 不要這樣子 不要為黑而黑 有什麼意義呢 你一直這樣黑我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蔡振元委員你要拿出證據了 我講的愛與包容 不是無限的 不是黑韓國瑜不要錢的 隨便怎麼黑怎麼踹怎麼打怎麼咬都沒關係 你怎麼這樣講法呢 所以我今天為了辯白我的名譽 我敢笑這麼重 請你蔡振元委員拿出證據來 第一個當然不是看到的 第二個是聽來的 一個例子比如說 你爸爸該給你錢花對不對 你也要說謝謝吧 你們應該很曉得嘛 我做兩年的黨部的主席 每個月都在借錢 有時候一個月大概借4000多 或者是4000萬左右 這個大概很自然 我已經 但是這些借款 我從來不經手 所以我絕對沒有從我的手中 然後拿多少錢給哪一位縣市長候選 這我是不做的 蔡振元說的是假的囉 真的瘋從哪裡來我不知道 但是有捐的是事實 去年的時候韓國瑜選舉 三山大造勢的場地 都是你去借的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在國民黨裡面傳出個風聲 說4000萬 吳敦毅拿了這個4000萬 借給了韓國瑜 你相信嗎 這個三山的第一場在鳳山 不是我去借的 是我們借給韓國瑜的 韓國瑜是我們融會的 那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很噁心的一個新聞 蔡振元怎麼會說 吳敦毅拿數千萬給韓國瑜 這個議題 那背後的因素什麼 我們暫時不管他 可是這個數千萬 現在韓國瑜已經正面澄清 絕對沒拿 我也要跟各位來說明一件事情 國民黨我也是總常委 他監管有一定的程序 就在去年9月10月的時候 我跟郝龍斌我們到大陸 總共去募款了 去見了台商 去見證他們的交接會的時候 總共去了三道數次 去的時候台商非常的熱情 對韓國瑜要出來選數長 我告訴各位 不只是台灣 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喜歡他的這個韓流 台商整個也是滾得瘋狂 有很多台商我們在聚會的時候 主民道姓我要監管監給韓國瑜 這個不計其事 這個錢我們從來不經手 也不夠問你多少 所以今天我看了一個 這個剛才的片段是 吳敦利說有介紹監管 不曉得監捉到 這個應該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監管我相信是會有 我還記得在10月份的時候 有大概15個朋友 我們在一起 就請了韓國瑜來 也在台北市用餐 總共那些人身家 算起來也算百億以上 那我們是想說 韓國瑜現在選這個 非常 選市長真的是 很難選 贏得沒有錢 結果我們在那邊 賺了一些錢以後 拿給韓國瑜 韓國瑜說了什麼話 他說我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這些錢我不能要 因為我過了 他錢過了 錢過怎麼來的 小而目前大家不曉得有沒有印象 他一開始沒有錢的時候 他腦筋轉得非常快 他說我向庶民 還是向我們的朋友來 大家來借錢 一個人請你借我 借我兩二十塊這三十塊 有沒有這個印象 他借了這個錢 他為什麼說二十塊這三十塊 因為他想的是 選市結束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補貼 你得了票數一票是補貼三十塊 他把這個拿了三十塊的錢 要還給借款的這一些 就是非常小額的監管的人 不是監管是借款的人 他一開始是想借 所以到最後 他已經募了一些錢 也借了一些錢 他不用了 所以這些大額的監管 我相信他就不會要 那如果說今天的數千萬 我是希望你蔡正妍 應該要提出訴訟 你不能說我是道聽途說 那我請問你 你聽誰講的 對 對了 你要把證據拿出來 你不要隨便的侮辱我們裡面的同志 那這個流程就很簡單 監管有沒有 請吳主席講清楚 警察政府講清楚 這個就過了 韓國瑜已經表明了 我們要收到錢 就很清楚 大家為什麼還要在這個呼籠裡面 在那邊吵來吵去 對不對 我們看著韓國瑜 他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他有一個身分 就是國民黨的 高雄市黨部的主委 可是當主委不容易 每個月整個高雄市黨部的 開銷 主委還得要去想辦法募款 但是今天的吳主席 他講話的內容 聽起來好像沒有完全的 講得非常清楚 可是這樣等於是會 再次傷害韓國瑜 我要講就是說 因為這件事情 今天鬧得沸沸揚揚 第一個 韓國瑜是壓上他的 高雄市長的烏紗帽 說絕對沒有這件事情 這個世上是 非常嚴重的一件事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 因為你想想看 他說如果有這個事情的話 我就會請辭高雄市長 這個的一個賭注事實上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的說法 沒有這個他從吳主席拿4000萬 給他這樣的一個捐款的事情 另外其實今天吳主席也被媒體圍堵 媒體有問他這件事情 就如同剛才蕭中環委所說的 但是他沒有經手 也就是他事實上就澄清了 對不起 從我吳敦義主席 我的主席手上 我沒有交任何的款項 或者捐款給任何的一個候選人 所以如果你從韓國瑜的說法 跟吳敦義主席的說法 兩相一對照已經非常清楚 這件事情事實上已經澄清了 當然對於韓國瑜本身來說 因為他的這一場 尤其在去年的高雄市長的選舉 他就是拿乳肉飯 還有礦泉水的一場選舉 所以他當然會覺得 今天任何一個人說 他好像拿了一筆 一下子拿了一筆很大的款項 那可能就對他來講 他可能覺得真的是 相當大的一個羞辱 所以他非常的憤怒 所以他今天的說話 也非常非常的重 老實講 對我來說 我非常堅持要把韓國瑜 納入初選裡面 納入民調裡面 我不希望有任何夜長夢多 所以我覺得最近我們國民黨 尤其萊茵的支持者 已經非常非常的困擾 也非常非常的焦慮 我希望所有 不要再流出任何的一些留言 甚至讓對方或對手 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大家 文三輩 我們看著在高雄 你可以看到 韓國瑜這幾天在做的事情 昨天晚上趙家寶抓到了 大快人心 逃了那麼多年 另外看到這侵犯 重新在啟動 在調查 但是韓國瑜現在這時候 還是被內外夾殺 我們看著蔡正元 他這邊講到的這4000萬 現在的這個時候 說韓國瑜拿到的這個 吳敦義給了4000萬 這中間究竟是真的假的 講得會聲會影斑 另外這個民進黨團 他們可是說到這個富人甘政 又講到說什麼加成變換官 你看這些事情 一步一步有計畫在現行 韓國瑜他撐得下去嗎 知道我來講 雞團一天對韓國瑜 雞靈畢一天 我沒想要再講 世俗從雙俗堅定 人生 人亂 政委貴 其實心肝很痛 韓國瑜是在做到這樣 還有你們國民黨這樣 是在說 主席 南婆人要聽的是 是跟不是 有跟無而已 創選司 創政委選司 創大立委 創政立委 我在這裡向你合約 我向你講 以前有選舉那時候 未改研發行運100條未改毒那時候 一個老人收到一間團票 那間團票到底是三回 他不知道他看不見他不愚 結果他只會跳槓主宣 你知道這些事情如何發聲 他不愚 那老人七八 七六八到我 他根本不知道他才會發愚 人家跟他說這點是團票 發愚要調你去 怕他就去跳我才會主宣 你知道嗎 創選司 人在說話 有可能影響到一條字 明知一早過期超大很穿破 主席不發達 蔡先生 蔡正元先生 說不對的會實力不很困難 不很困難 對於你在說韓粉絲 誤核之中這個問題 我希望你再想一想 你不要站在天龍國 那裡看下面 我要跟你報告兩個信息 問他在四月二十七號 洪山在那個議會 三三肇事 那個場所的旁邊那裡 他們有哪一條韓粉 說出他們的心聲 高雄人要說出他們的心聲 韓粉要說出他們的心聲 預備小人三節日假工 在三三則石公山頂邊 有這個心聲 韓粉一大群人 他準備出兩千塊二十塊肉色飯 為什麼 象徵二零二年 他們就那裡走 我就說好 你們等身單調 不然我怎麼審某一個魚怎麼回來了 就要跟大家說 我們是高雄人 我們支持韓國瑜 我們堅定韓國瑜 韓國瑜這隻好 我們本不要流淚慢慢的 但是沒辦法為對韓國瑜說的 台灣好高雄真的好 這個韓粉不得意這麼飲食 來當這個洞做起來 這跟你說 我給你報告這有多可愛 這些人都不是在國民黨 幾乎 我不敢說沒有國民黨的人來 但是這些主辦人不是全國民黨 所以你會記得我那兩句 經常給你好用 國民黨應該利用韓流 去這個機會 你這百年的流淚 一百二十四年 我如果不記得 你應該可以做一個 給八世還在上前你的機會 來 我請問你 照少說的東西是不是 因為 給大家猜疑 猜疑得輸 新票案 宋初如也是大家猜疑 你不要說清楚 猜疑 猜疑得輸去 不是都不是這種情形 主主的情形 你不是還給上猜疑 南部八世的很簡單 他要的是真理而已 他要的是 叫不得有無事和非 你跟他講一講一大堆 你看 我不相信說你沒有清楚這個事情 你真的尊重給清楚 我主席有夠沒有 我們國民黨真的這麼年齡 有怎麼可以讓我們南部的市立 還可以這樣 形象連續不足嗎 各營就是一個失敗的棒 案各鄉市民 算去市場 市場 市場 行象連續不足 造成大家在壬大水 都不可以這樣去處理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來連線高雄的陳美亞 美亞 是 美亞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時候民進黨的黨部 他們高雄市黨部在今天的時候說 加分點這個是外妻干政 又叫他富人干政 可是吳主席對蔡正元的這4千萬 講得又不是 又講得不清不楚 可是你們跟著他一起打選戰 韓國瑜面臨的現在可是一個 內外夾殺的狀況 高雄人當然是會很心疼很不捨 就是覺得以韓國瑜市長 他每天在忙於市政 然後為高雄打拼的同時 但是在這個時候 扯他後腿的疑似 就是我們國民黨的一些人士 那我想這個是高雄市民 覺得非常不解的 相信應該是黨中央要樂於來協助他 而不是在這個時候 丟出一個煙霧袋 丟出一個疑雲 然後讓他目前的 卻必須要背受的一個好像一個 不太公平的這樣的對待 那當然韓市長他今天也出來 非常嚴正的駁斥了這些謠言 那但是你想想看 這個謠言居然是由誰來發動的 居然是由蔡先生他所發動的 我們的敵人在外面 敵人不是在我們的國民黨內 所以我希望這些放話的人士 你真的要知道 你到底是要愛國民黨 還是在害國民黨 我需要一家 看見人家 我來給你 會不會 我去摘 你 我去摘 我去摘 你